然后呢在咱们特兴系统当中啊 是不是说我们要计算的有一个相似度啊 你要是可以找咱们用户和用户之间相似度 也可以找啊咱们物品和物品之间的相似度 反正啊就是说啊 不管你是用户了还是物品的 咱们都要去计算啊 什么样的东西比较类似吧 在这里呢怎么样去计算这样一个相似度啊 先举一个例子吧 比如说现在呢我有两个商品 然后有五个用户 在我用户啊分别对我两个商品都打了分 比如说用户A对商品1打了3.3 对商品2打了6.5啊 就是两个分值 用户B C DE啊都有了这样一个分值 那咱们现在是不是说 得到用户A然后打的分 用户B用户C用户D用户E都打的分都拿手了吧 那假设说啊现在不就是两种打分吗 我做一个坐标系呗 然后有一个X轴然后还有一个Y轴 在这个坐标系当中啊 我把两个打分啊相当于是一个点放进去 那现在我是不是就可以看出来了 嗯这个把这个点都用户进去之后 我现在想找相近的用户怎么办呢 最简单的方法咱们可以用那个欧式距离吧 欧式距离啊就是说我算它点到点之间的一个距离吧 那不就很简单了吗 我们看应试到坐标系当中 用户A和用户C有距离 用户D和C有距离 用户D和A也有距离吧 用户A还和我的E还和我的一个B都有这样一个距离吧 所以说啊现在我就可以找出来 嗯所有用户之间的一个距离都可以给它看出来吧 在这个坐标系当中 那相似度怎么算呢 我就现在可以当成是一个K距离 比如说一个KN的 对一个KNK距离来说呀 是不是说啊现在我可以进行计算距离 然后排个序 我就想看谁跟这个用户A比较相近 那计算完之后一排序 哎呀这个C排第一 D排第二 E排第三 这个B排第四 那是不是我就把他这个距离找出来了 那我想找最近的把C拿出来 想找前两个把CD拿出来 这个就是说啊 咱们相似度可以怎么样进行一个衡量 先啊是举个例子 咱们有一个欧式距离 然后呢在这里啊 我们不光有这样一个欧式距离 欧式距离啊 可以说是一个最经典的距离吧 咱们在很多问题上 都是用这样一个欧式距离来进行一个表达的 那对于这样一个欧式距离来说啊 距离公式很简单啊 就是咱们求一个平方 然后开一个根号码 那还有这样一个相似度 我们也可以定义相似度 那我们想距离越远 是不是它相似度 就是就是说你这个距离越大呀 它相似度就越小啊 距离越小 它的相似度就越大呀 所以说我可以做这样一个倒数啊 就是把它放到这样一个分母上 也可以求它的一个相似度 相似度啊和距离相当于是一个相反的啊 因为距离越大 你相似度就越小嘛 这个是一个欧式距离啊 大家应该很简单就理解了 咱们基本上大部分算法当中啊 用欧式距离是蛮多的 然后呢 这样有一个皮尔森的一个相似 相似系数 或者说皮尔森的一个距离 那这个皮尔森距离是什么意思啊 一会儿单独来给大家 先来讲一讲这个皮尔森的一个距离吧 这个皮尔森距离啊 其实它是这么做的 首先呢 它是就是可以打 大家可以把它当成分成了两步 分成两步的意思就是说 它第一步要算的是一个斜方差 斜方差啊 我们来看下这个公式吧 斜方差里吧 是不是说我要统计所有的 所有的一个值 对于所有的一个值来说啊 X对于两个特征吧 或者说两个变量XY 分别来统计啊 它和均值之间的一个差异吧 那它这个斜方差 好比做了一件什么事啊 给大家来画一下 就好理解了 假设说呀 我现在有一个啊 有一个东西 就是有两个有两个指标吧 一个咱们可以想象成X 一个可以想象成Y 那如果说呀 这两个指标的变化的幅度是类似的 比如说我中间画了一条横线 这条横线呢 就表示这是一个均值 那这里是不是X要减均值 Y也要减退退它的均值啊 那假设说两条这样的线 比如说线上都是有一些点来组成的吧 这么多点组成一下线 那对于这样一个点来说 如果说我的一个X和我的一个Y来说 它们的一个变化的一个浮动范围 是整体是类似的 那比如说我取其中的一个点 比如说对于这样一个点来说 对于这样的一个点来说 它是同一个位置的两个点 然后取值来说呀 它减的均值都是类似的 都是大于顶的吧 那减的值比如说要么都是正 要么都是负 如果说它的一个浮动范围是一样的 都是类似的一个过程 那是不是最终啊 我得到的是一个正值啊 那我们来看就是在这样两个点上呢 这样两个点上 它的一个X值都是正的 Y值也都是正的 在减的均值之后也都是正的吧 那是不是说每一个点算完了 这个式当中啊 它的值都是很正的啊 那都是很正意味着什么啊 意味着它是一个正相关 就是说现在这个X和这个Y是正相关 那什么叫做一个负相关呢 负相关啊 咱们可以这么看 就是说假设说我这个X还是这么变换 但是呢我这个Y是这么变换了 这点我还是画一条线 那在这样一个位置 我们来看是不是X减均值是正的 Y减去均值是一个负的 那它就乘积就等于负的了吧 那每一个点乘积如果说都是一个负的 那我说它是一个负相关吧 负相关的意思啊 就是说我这边增大的 你那边减小 我这边减小了 你开始增大了啊 就相当于是这样一个系组的东西 先方X啊就来衡量啊 对于X和Y来说 它们的一个变化趋势啊 是不是一致的 然后呢它有一个曲直范围啊 它的一个曲直范围就是 我们可以认为它是从负1到正1区间上的 越曲均正1意味着什么 越曲均正1啊 意味着两个东西 它是完全正相关的 越曲均负1呢 意味着它是完全负相关的 这里啊就是给大家看了一下啊 对于咱们一个斜方X来说 咱们可以得到两个值 一个是负1到正1的一个区间 在这个区间上啊 我们就认为 如果说啊 平均正1 那它是一个正相关的 越平均正1是越相关的 嗯可能稍小一些 相关的可能不是那么大 可能有一些差异了啊 这就是一个相关系数 然后呢 这个皮尔森啊 它的距离是怎么做的 嗯 它是把我们的一个 就是这个相关系数啊 是用我们的一个斜方X 就是我们看了一下 X和Y 它的一个相关程度 然后呢 在笔上啊 它们各自的一个标准差 笔上一个各自的标准差啊 就是说 要消除一下啊 我们的X和Y 它自身带来的一个差异 可能这个点分布的不太规则 要把这样一个不规则的分布啊 给它规则化 所以说 要除以这样一个标准差 这样呢 我们就得到了一个 皮尔森的一个相关系数 那这个皮尔森相关系数来说啊 我们可以看一下 就是它的取值范围 不是从这样一个 负1到正1区间上吗 那对于这样两个啊 就是有一个X 有一个Y 那对于这个X和Y来说啊 这两类点 我们来看负1的时候相当于什么 负1的时候完全是负相关的吧 就是它是一个啊 就是X增大Y减小 所以说 它是一个负相关的吧 那随着这个值啊 越趋近于0相当于什么 越趋近于0是 它的一个负相关程度就越弱了吧 越趋近于0 我们来看 这个点分布 它的一个规则 是不是就越差了 越趋近于1呢 越趋近于1的时候 它的一个分布的规则 就是越拼信于一个正相关吧 那还是从1往下来说 就是这个值啊 越近近于0的时候 它肯定就是 无规律性就越强了吧 那么我们也可以用这样一个 皮尔森的一个相关系数来计算 对于我们两类点来说 它的一个距离啊 这个也是我们可以进行一个考虑的 这里呢 我们还有一个皮尔森的相关系数 然后呢 还有一个东西啊 就是一个啊 咱们的一个余前的一个距离 对于一个余前距离来说呀 它也是啊 咱们也这东西计算也不难 就是上面是一个点乘 下面比上它俩的一个模吧 就是比上它的一个平方值啊 然后再开上这样一个根号 这个很简单 就是咱们求这样一个夹角吧 这里啊 给大家列举了三个 就是比较常见的 一个是欧式距离 一个是皮尔森距离 一个是余前的一个余前距离 那么对于这三种来说呢 到底哪个比较常用啊 其实从现阶段的一个推荐信用来说啊 用这个皮尔森是比较多的啊 这个是我们通常情况下会选择使用的 一会儿呢咱们给大家到时候来会举例子 咱们也拿这个皮尔森来到时候进行一个举例的 那有了这样一个距离之后啊 现在是不是说 你给我一个相似度的一个空调标准之后 然后呢我们就可以得到它的一个最终的一个 就是计算出来每一个点和其他的一个相似度了 选好了这个邻居之后啊 我们还得想这样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们对于一个邻居的选择呀 咱们是选固定数量的呢 还是基于一种什么方案啊 那咱们来想就是说 现在假设说我选一个就是固定数量的 比如说对于一个人或者说对于一个物品来说啊 我们都可以计算它的一个相似度吧 那计算完之后啊 假设说我认为它的一个 我取一个预值取一个5可不可以啊 取一个5那我来看对于一个1来说 取了一个23475啊 把这几个我算完了 它这5个是离我比较近的 那对于这5个值来说啊 它虽然说离我比较近 但是有没有这样一个问题啊 谁离我是 就是对于这5个来说 是不是有一个它离我较远啊 那这种情况下能不能可能出现啊 那5可能离我较远 那我基于这个5来推荐的 是不是效果就不好啊 所以说啊 咱们在选邻居的时候 就是说咱们就是通常啊 可以基于这样一个固定数量 这个看起来比较简单 但是呢 我们最好啊 就是说基于咱们相似度的一个门槛 比如说现在我不是要看1吗 那我指定一个门槛 比如说指定这样一个K值 这个K值啊 就相当于我是一个预值 大家可以把它相承成一个半径 那我基于这个半径 我扫这么一圈 我扫到手的 都是说哎呀 是跟我比较近的 然后在我圈外呢 我就说啊 它不是跟我相近的 我就不会推荐跟它类似的 所以说呢 咱们来看吧 对于这个B图来说啊 当咱们用一个相似度的门槛 来做的时候 是不是说 我扫到的有2347啊 就没把这个5扫进来了 那这里是不是说5不好 所以说 哎 我到底最后也没给它扫进来 那这回大家可以看 就是说 咱们两种方案 一个是A方案 一个是B方案 哪种方案好呢 是不是说这个B方案少好一些啊 也就是说啊 咱们之后在做这样一个推荐的时候 最好呢 咱们可以用相似度的一个门槛啊 去做这样一个事情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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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